那今天我们教的是股权资料 那它是属于股物日常作业的一个部分 我们这边的话 之前有开过股东资料股票资料 那现在来到股权资料 如果说你错过前面两次的课程 其实没有关系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你可以找一下 你可以进YouTube 找一下我们的那个 StarTime的YouTube的频道 那我们都会把旧课程的录影档 放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面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等待我们再开课 那我们再开课的话 应该会是落在6月左右 因为等大家股东会办的告一段落 应该是7月 对股东会告一段落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回过头来再讲股物日常作业 那这段时间比较多的是 比较多的是我们的客户都在处于股东会的作业 还是简单介绍一下 人用资讯StarTime股物系统 那原用资讯成立于2004年 其实也不是一个很新的公司 那我们原始的创业的团队 它是专精股要印制的印刷厂 有一些在座有一些客户的那个股票 也是我们公司印刷的 是情媒反委科技 那那个时候其实就知道股物系统的话 会对于客户来说很重要 那时候也是DOS版时期 DOS版时期我们就是说提供了 就是说只要客户印完股票 我们都会提供他们一张磁铁片 好 那所以说这个股物系统 其实历经了两次的数位转型 从DOS到Windows Windows到SaaS 那2018年我们推出了 StarTime云端股物系统 那接下去我们所有的示范 也都是云端股物系 StarTime云端股物系统相关的界面的示范 那现在是全台唯一的SaaS的 股物管理平台 我们就是目的就是减少中小企业 在硬体维运的成本 还有降低资料医师的风险 那这个股物系统 我们针对公司法 跟公开发行公司股物处理准备 这有记者 那所以说呢 其实客户都可以用到公发 这都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针对的其实是 未上市贵的那个公司 那未上市贵的公司 因为上市贵公司强势不带 所以说这边的话 就不会是我们的主要客户 好 那我们主要的产品有 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做股票印刷 我们这边也可以做股票印刷 那股东会 股东会期间也一直在 就是这个时间是股东会期间 那我们有一些相关的文件 例如意识手册 意识录 或者是说选举票 表决票等等这些 其实我都欢迎客户来找我们询问 这个印刷 那当然如果说可以电子化是最好 就是我们的系统其实有支援电子开会通知书 股东会电子开会通知书的功能 那这个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5月2号的课程的影片 在我们的YouTube里面都已经放上去了 大家看股东会股东系统是待会要示范的这一套系统 那相关的股东的法规还有实物的作业 因为其实我们处理股非常的多年 所以说相关实物作业其实都可以来这种咨询 那股东会有一些客户真的不会开股东会 我们有提供股东会召开的那个服务 那包括说你流程的安排啦 总监选举啊配票等等这些 其实我们都可以给你一些意见 好 那股权相关的规划还有就是说 线上课程实体讲座还有企业包办 这个其实我们都有这边都有在进行 好 那接下来去介绍一下讲师 王耀谦是我们原油资讯的副总经理 那他也是股物管理顾问的讲师 那其实他有超过20年股物系统的开发资历 那其实原始他是做工程师的 后来我们转型成顾问这样子 那超过20年的实物经验 我们主要的专长其实就是 刚刚我们讲的那些资讯服务 他都是他主要的专长 那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那个股权 就是我们认为说 在股物的定义里面 我们认为股物其实就是管理股东资料正确 股权的资料正确 而绝大多数的公司 控制股权的方法是透过股票 每张股票有股票的号码 股票的股数 股票的目前持有人 所以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们把股东的资料弄清楚 第二个 他手头上的股票号码弄清楚 那么他的股权就会正确了 所以我们之前 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课程 就这样子开的 先从怎么样整理 管理股东的资料 再来怎么样处理股票 你的股票的 有关股票相关的 异动啊 或者是变动啊 或者是那些资料 就会在股票作业里面 再来一个 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股权 在股物作业里面 什么事情会牵涉到股东的股权 股东的股权会做变动 那变动各种变动的时候 异动的时候 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OK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谈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过户 再来一个就是除权 就是除权 就是在股物作业里面 我们知道说股物啊平时在管理股东股票 这些资料 对不对 那可能 比如说可能股东有地址的变动 然后股东基本资料的变动 股东硬件的改变 改名字啊这些的 或者是股票可能把它弄破了 弄脏了弄丢了 那每年呢 我们有交给 每年六月底之前要开股东会 那有时候开完股东会之后 要配股配息 或者是要申报给国税局 有这么多的事情 可在这么多的事情里面 会让股东的股权改变就这两件事情了 第一个就是过户 股东的股股票的股权 由A 异动到B身上 再来一个就是除权 除权包括公司增资或减资 股东的股权会改变 所以只有这两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主要也是谈这两个 OK好 第一个 再来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过户作业是股物里面 股权变动 第二个呢是除权 那出让的股票 如果在下面的状况之下是没有办法异动的 比如说就是我们上次在上上一堂 我们谈到股票的状态 我们谈到股票可能把它 可能弄破了弄脏了弄丢了 或者是说股票在做职押 在职押拿在职权人那边 或者是有一种叫做内控 我们让股东的股票把它锁住 像这种状况呢 它是没有办法过户的 它是没有办法过户的 另外一个如果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我们系统有所谓的 未领取的股票 股东的股票有没有领走了 领取或者是未领取的注迹 因为有的公司比如说 他股票印好了之后 那很可能他先都放在公司里面 要发放给股东 那还没有发给股东之前呢 是在公司里面保管的状态 那这个预设系统的预设 在保管的股票 你总不能说 我们帮股东保管的股票的时候 你把它私人私质把它拿去卖 除非你有跟股东做好协议 我们公司的股票 就暂时存放在公司里面 那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跟股东协议 就是说股票暂时 让公司待会先保管 因为这样子的 避免他把它弄破了弄脏了 弄丢了像这些 少了这些风险 当然股票保管公司 就有保管的责任 那还有一些 如果股票做异动的时候 有一些程序还是要处理的 再来一个 我们在处理过户的时候 要注意有两个时间点 一个叫做完税日期 一个叫过户的日期 这个等一下我后面会来谈 我等一下后面会来谈 因为这个完税的日期 其实就是现在啊 现在是 今天是5月8号嘛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说 每年5月底的时候 公司要做那个盈利事业所得税 结算申报 对不对 那我们在股物上面呢 有两张报表 在那个 整个申报书里面 有两个部分是跟股物有关的 投资的民进节分配领域表 就是去年分配股利的资料 再来一个 就是股东股份转动通报表 去年哪些股东 有做股权的异动 那这个就跟完税日期有关系 OK 等一下我会详细说明 那关于怎么样报税的这个部分 我在明天后天 后天 5月8号 5月8号一样是下午 我会有一个申报的教育训练 就是说 关于怎么申报 盈利事业所得税 就算申报这两个 然后国税局的软体怎么操作 我们的系统怎么操作 那应该注意哪些地方 我会有一个教育训练 因为从 其实从这周开始 就已经陆陆续续 有客户在询问我这个问题了 其实我们系统都改好了 那只是说 大家对于这个细部的操作 包括国税局软体的操作 不是那么熟练 那所以呢 我会在后天有一个教育训练 如果各位想要了解一下 也可以做这个报名 OK好 再来一个就是过户的时候的价格 跟应该缴的税的这些资料 OK好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 股东拥有了这个股权 那如果 如果股东没有股票 他没有股票 我们公司不发行股票 我们公司不发行股票 在我们的章程里面就说 那股东原来拥有这个股权 那么这时候他还是可以做异动的 他的股权仍然可以做异动 等于说他需要管理股东资料跟股权资料就好 他不用管理股票 因为他没有股票 公司不印股票 对不对 那但是这里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股票交给股东的话 股东手头上没有持有这个股票 那他怎么知道他有多少的股权 那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是要印一个所谓的持股证明书给股东的 像这样子 就说 我们 以我们的股市系统来说 我们就定一个日期 哪一天 然后呢 哪一个股东 几号股东 或者是全部的股东 都可以 然后呢 他就会印出一个像这样子的 就说 我们公司 然后哪一位股东 他的户号是几号 然后呢 他持有多少股 哪一个日期 但是呢 这个呢 有一个问题 在实务上面 我们有一个问题是说 比如说 今天是5月8号 今天是5月8号 如果股东今天来跟我们说 那王先生 我想要申请一张我的持股证明书 那你能不能开一张 5月8号的持股证明书给我 今天是5月8号 我没有办法开5月8号的证明书给你 为什么 今天还没过 了解我意思吗 今天还没结束 有可能我开给你这个证明啊 可是结果你把股票卖掉 那我这个证明是不是会有问题 所以如果是这个持股证明 如果是当天的话 他必须是往前一天的 必须是往前一天的 OK好 持股证明书系统有表单可以下转 系统做出来的决心是标准的 而且我们不是做不只做出这个表单出来而已 我们还可以 email到股东的 如果股东在我们公司有留email账号的话 我们可以把持股证明书用email方式给他 等于说我们连印都不用印了 你连印字这个动作都不用了 那所以呢这个持股证明书的产生 跟邮寄都可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直接出现 那这个呢是所谓的一般的过户申请书 过户申请书 那过户申请书这个就会有股票号码了 他就会有股票号码 对不对 就我们股东股票要做转让的时候 不让人是谁 卖股票的人是谁 或者是正与 继承转让 继承正与各式各样的理由 那受让人是谁 他的资料 那美股的金额是多少 这个美股的金额呢 就会是受让人的取得成本 就是他取得这个股票的取得成本 OK那底下呢就是股票的号码 这是一般我们在填解的过户申请书 就是股东如果要做股权买卖的时候 他来公司办理的时候 我们会请他填这个 那我们会留下来这个当做记录 留下来当做公司的书面记录 那一样我们的系统也可以把这个表表 这个表格把它扫描成图档 或者你把它拍成图档直接存在电脑里面 也可以 也可以 OK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来谈一谈所谓的过户 过户 你常常一来想过户第一个就是买卖嘛 就是我把股票卖给你啊 你把股票卖给我 股权的买卖 那如果是另外一种就是赠语 或者是继承 这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 比较常听到的 股票中 像比如说父母啊 父母赠送股票给子女 对不对 赠语 或者是夫妻间的赠语 这些都会有些不一样 这些都会有些不一样 那这边呢有一些叫做应被文件 就是应该准备什么样的文件 要注意 第一个出让人 那当然卖股票的人 首先他有股票的话 他股票要转让的话 那股票的后面 他要盖章 在出让人那边盖一个章 那受让人要盖一个章 到公司这里来 公司确定的时候 公司这里要盖一个章 第三颗章 那当到公司这里来 压下这个章的时候 这个股权才算正式 由A转到B 这才是真正的转让 才转 不能够说 我们两个都有盖章了 这个算不能算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告诉公司 在没有告诉公司之前 你的股权都不能够算 因为在公司法165条里面的规定 就是要把这个过户 要登录在公司股东名册里面 就是让人要登录进公司的股东名册里面 他才正式拥有股权 才可以对抗公司 才可以对抗公司 那再来一个呢 如果是股票的话 当然就有千分之三的证件交易税 那证件交易税就要缴交了这个 那目前的证交税的话 是在这里 这个网站 财政部税务入口网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上网 到这个网站上面 去直接输入你的资料 公司的筒编 然后公司名称他就带出来 他会去那个系统 国税局的这个系统 财政部的这个系统 他会自动去搜寻 你再打完筒编 公司名称就出来了 他说我要买卖 买卖这家公司的股票 就让人的姓名身份证字号 就让人的姓名身份证字号 总共要卖卖多少股 然后他就自动帮你算出我们的税 千分之三的证件交易税 那这里会有个问题 实务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常常有客户问这种问题 就是那个千分之三的证件交易税 算出来有时候那个四舍五入的问题 怎么办 对不对 四舍五入的问题怎么办 那有一个大原则 各位我们在算税的时候 其实有个原则 就是说以国税局来说 他的税是四舍 他是没有四舍五入的 他是直接 他只要算税 各位这个月也要做 你要报你的那个 个人综合所的税 对不对 那像这个千分之三的证件交易税 像这些税 他的原则就是 小数点是去掉的 就是他是到原为止 后面小数点不管是多少 就是去掉 就直接去掉 但是有些公司呢 在做这个过户的时候 因为他们很可能 他们是双方约定 我总共卖给你一万五千股 然后总共多少钱 他不是用每股单价去算 他是用总金额除以总股数 那这时候有时候会有小数点这个问题 小数点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在输入单价的时候 国税局的输入单价的时候 他的原则是到小数点第四位 应该是说第五位 然后进位到第四位 四十五度进位到第四位 但是这个过户的单价 他只是这个单价 在算证交税的时候 就真的要交给国税局的千分之三的证件交易税的 他就是到原为止 就直接去掉 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们在算单价 那如果说 那我这个单价算出来 会算不准 会怎么样 对不对 其实没有关系 在国税局的角度来说 他是可以接受尾差 就是说如果到最后你算算出来 这一张过户申请书里面的税算出来 差额几块钱 然后是三块钱以内 其实是不care的 是不care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这个问题 到今天客户都可能会问这个问题 我那个美股单价怎么打都不大对 因为你到小数点第四位 算不起那没关系 你打一个数字进去 四十五度进去都没有关系 到最后算出来的税差一点点都是ok的 好ok 那国税局扣这个税了 要假如税了 他的原则就是 就是他就小数 他就到原为止 小数点他是不要的 ok 但是另外一个 补充保费的话就不一样了 补充保费就是到 就是四十五度到原为止 补充保费的计算 2.21 2.11 两万块以上扣2.11的补充保费 对不对 那他就到原为止 所以他是四十五度到原为止 他会他会做四十五度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ok好 来我们现在再来 税单 然后有可能 如果说这个受账人是新股东 那当然我们要请他 我们要为他建立一个印件卡 对不对 那所以呢 需要他的身份证的正反面印本 然后印件卡 然后股票的过户转让申请书 这个就是一般过户的时候 我们需要这些资料 当然如果说他有些特殊的身份 比较不一样 比如说受账人或受账人 他是未成年 或者是他是法人 这里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 需要缴交的资料 就会有一些不一样 不过大原则是这样 就是说双方的资料 双方的印章 股票要有 税单要有 尤其是税单最重要 在股物的角度来说 我们每做一次的过户 因为今天我们牵涉到股东的股权 有A跟B 他们的权益已经变动 那权益变动的过程 如果产生任何的税的话 我们一定要看到税单 证交税单 或者是赠与税的免税 或者是赠与税的税单 那遗产税的税单 像这些 他的税的问题要先解决掉 然后这个部分才有 那但是如果说贵公司是 我们公司没有印股票 我们没有发行股票 你就没有证券 你就没有证交税的问题了 你也没有股票的问题 对不对 你只有股权而已 你只有股权异动而已 对不对 你就股权异动而已 所以你就不需要交证交税 但是受让人 出让人对不起 出让人就这个股权 卖给人家的那个人 他第二年可能他要报 他个人综合所的税 就财产 大家都财产申报 因为万一 比如说他今天 我卖给你一千一万股 那我这个股票当初是12元 买进来我花了12万 那今天呢 我卖给你呢 是一股15块钱 对不对 总共15万 那这中间三万元 就变成是我的财产所得 所以呢 我在隔年 我就要申报那财产交易所得 他就要报这个财产交易所得 说我有卖一个 未上市贵股公司的股票 然后呢 我有所得三万块 他纳入我的财产所得里面 这个呢 会不一样 就是说 如果不印股票的时候 会有这个不一样 OK 贵公司没有发行股票的时候 好 这是所谓的过户 那赠予的时候 过户的部分 转让交割日期 过户日期 我这个排版有点 有点不好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的 那个排版不好 好 那这里呢 要注意一下 在我们的 我这里做一个系统的画面 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我这样子说 你可能不了解 不是说要用我们的系统 你才能够做过户 是我们在做过户的时候 你应该注意的东西 你看一下 一张过户申请书 一张过户申请书 申请书号 这个系统可以自己编 或者你自己编都没关系 出账人是谁 然后收账人是谁 然后出账人 出账人的股票号码 然后每股单价 这里有一个日期 转账交割日期 跟过户日期 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到现在 还有的客户 有时候还会在这里 有一些混淆的地方 转账交割日期 其实就是税单的日期 你拿到证券交易税 我们刚才不是说 你不是说在网页上面 在这个网路上面 财政部的那个 财政部的税务 入口网站这里 我们进入 我们印了这个税单 但是你把它印出来之后 你到银行实际去缴税 不一定是当天 你可能第二天 或什么时候 不知道 然后你去的时候 银行会 收了你的钱 他一定会盖一个章 就是那颗章的日期 就是这个转账交割日期 然后这个过户日期是 股东到我们这里来 登录股东名册的日期 我今天跑来过户 像举例来说 你看这个 他的转账交割日期 就是4月30号 他的过户日期 就是5月3号 那么对这个股东来说 这个股东来说 他什么时候取得了这1000股呢 他什么时候取得了这1000股 他是5月3号取得了1000股 才真正取得了这个1000股 他才真正登录到 我们公司的股东名册 拥有了这1000股 这个只是他缴的钱的 所以这个日期是什么 这个日期就是我们说 这个月5月的这个 盈利事业所得罪决案申报的 那个短账通报表的这个日期 我们上面是写在这里 写的是4月30号 为什么 因为国税局要去这一天去查 有没有收到这一笔 证交税 有没有收到这笔税 所以国税局看的是这个日期 国税局不管你什么时候到公司去 他不管你们 对不对 他不管你缴了税就好了 对不对 那你什么时候去跟公司讲 他不知道 但是对公司来说 我管 我管的是这个日期 我不管你什么时候缴完税 我只知道你缴完税就好了 你哪一天缴税 因为税也不会收给公司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的是这个日期 这两个日期会不一样 这两个日期可能会不一样 可能会不一样 甚至于可能会差很多 比如说他有可能是112年12月 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就做 他就缴税了 可是他到现在5月他才在申报 他才来公司就登录 OK吗 OK啊 我们也照帮他做进去 只是从去年年底 一直到现在到 到这个5月3号之前 这段时间 这1000股都在谁身上 都还在6号股东身上 OK 他并不在5号股东身上 他不能够主张说 这个股票是我的 这个股 我有拥有这个股权 没有 没有 就这个意思 OK 好 所以这两个日期是不一样的 一个叫做转让交割日期 是税单上的日期 国税局要检查 是不是有收到这个证交税 那过户日期是股东前来办理过户的日期 根据公司把165条的规定 股份的转让 一定要将受让人的资料 登录在股东民部 不然呢 不得已其对抗公司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OK 那所以呢 股东民部的变更 在股东会前30天 或者是股息 分派股息或其他利益前5天 意思就是 这个就是停止过户日的意思 就是我们要开股东会 那我们一定要股东的名册 对不对 我们要哪一天的股东名单啊 因为假设我们股东股权每天都在变 那我要开股东会 我要请谁来 那来的时候要表决要投票 那股数算多少 所以我们必须在股东会之前 30天的第31天那天 用那一天的股权为整 也就是说我看那一天的过户 只要在这天过户之前拿到股 有来过户的 都可以参加这次股东会 OK那停止过户除息的话 就是5天 第6天 第6天 那天的股东名簿为准 然后来做这次的股息 可以说明借券吗 有人说用借 然后 鼓励股息比成本高 借券的鼓励股息 是否可以成为股东 你的意思是一样 好这个等一下我们 我们后面来谈 所以在公司法里面165条他的意思是这样 好那这是所谓的转让 正宇 今天在做正宇的时候我的股票送给人家 当然你要股票送给人家都要首先你要先跟国税局说 说我要正宇股票给人 好那你要到国税局呢去填写一个正宇的 的资料进来 为什么 因为我你要正宇给人家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正宇有正宇税 但正宇税课征目前是10%吧 对不对 可是正宇税之前呢有一个免税额 就是说有一个额度的 有一个额度 就是说你在这个正宇你一年之内的正宇多少 像这里我这里的注记里面就有 113年今年是244万也就是我正宇给人家 我一年只要正宇的财务在244万以内的话 我没有我不需要课正宇税 那国税局要知道 所以等于说我们要做之前 我要先跟国税局说 说我要做正宇 对不对 好那这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相关的资料 就是你要办正宇的时候呢 要有哪些哪些资料 你要到那个正宇申报书 到国税局去先填写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今天赠予人家股票 比如说我送我送给你那个 好就简单的台积电的股票 一张或者是另外一个 不要讲什么股公司的股票 某某某某某公司好了 好不要不要说某某 就是我另一家公司的股票 他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么那么有价值 讲断怎么讲都会有点 有点伤到 OK好原有资讯好了 原有资讯面额只有10块钱 台积电今天的股票可能 七八百块吧 对不对 那原有一张面额才10块钱 那我今天一样赠予一千股给人家的时候 那个价值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国税局来说 今天跟国税局说 国税局就要去确认说 那你赠予的这些股票 价值多少钱 他要去认的 他要去确认的 那确认如果是上市贵公司 是有个标准 用收盘价 赠予的那个收盘价的那个日期去估算 但是如果是未公开发行公司 像我们公司的话 他就要去跟公司拿相关的财务报表 才能够去估算说你这个的价值是多少钱 对不对 那才能够知道说有没有到244万以内 所以在做赠予的时候 要去注意这个问题 那我们最常发生的 一般的赠予 是说你说 我平白无故的把我的股票送给另外一个人 比较少见 一般来说我们最常发生的就是夫妻间的赠予 父母子女间的赠予 对不对 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的赠予 这比较长发生 因为就家人之间在送 那这里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 夫妻间的赠予没有 没有赠予税 而且不计入那个赠予总额 也就不算在244万以内 夫妻间是什么 那如果是父母子女 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 这种是属于二等亲 二等亲之内的赠予 的股票转让 国税局预设就叫做赠予 他就认为你们就是赠予 就爸爸给自己 把一万股的股票给子女 或者是哥哥 我送五千股给我弟弟 国税局预设说你们就是赠予 你们就是赠予 除非我们有金流 有金流有流政 我们是转让 为什么会这个差异不一样 因为你想想看 我举个例子来说 就用那个台积电好了 我送十张台积电的股票 给我弟 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今天是一张 一股是八 八百块 对不对 那他一张就是八十万 那我给他十张就八百万 那是不是要刻 要在244万以上 是不是要刻千分 是不是要刻那个赠予税 对不对 百分之十的赠予税 那如果我说我卖给我弟 我没有赠予税 我只要加千分之三的证券交易税 比较滑得来 感觉上比较滑得来 可是在这个比较滑得来的这个过程里面 国税局就会认为说不对 所以国税局他的预设是 你们这是二等金之内 对不对 我预设你们就是赠予 那如果说你们要说 不是我们不是赠予 我是卖给他的 那么就必须有金流 我弟弟要真的有八百万给我 而且我们要能够证明 证明这个他有八百万的资产 然后呢把八百万的钱给我 然后呢我才给他这个股票 就我们真的这个转让买卖 所以要做这个 如果股东要做这个的时候 这个也是客户常常问我的问题 就说我们那个公司那个大股东啊 然后他要把他的股票送给他哥哥 弟弟像这个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呢他们是要做转让 那要怎么样 我说在公司来说 我们一样帮他们办理 他们说他们的过户是什么 就是什么 他们说他们是转让买卖 没问题 但是要提醒他们 除了讲证券交易税之外 要把那个金流 要把它留下来记录清楚 你有可能国税局要去看 会去查 对不对 你不能口说无评 我花八百万跟他买的 我哪里 你受让人你哪里有这个八百万 然后你这个你跟他买 你是怎么样把八百万给他的 这个过程 都要记录得很清楚 所以金流呢 要弄得很清楚 OK 然后呢法人之间 如果呢你送给法人的话 对不起法人送给你 法人送给你的话 那个呢就不叫正语税了 因为我们的正语税课征是自然人 我们的那个正语税课征是自然人 就是说本国自然人 或者是外国自然人的这个正语 还有正语税 那如果是法人的话是没有 那个叫做捐赠的 捐赠我后面会说明 后面会说明 那我们在做正语的时候要注意的 注意的 一样是出照让人的基本资料 然后呢 正语税的缴清啊 或者是免税的证明 那还有就是我们要做那个 硬件卡 像这些 所以他跟他类似 他只说准备的文件会不大一样 OK好 这个好 这个有需要公正吗 正语过户 这个目前没有 没有这个所谓的公正 好 来 OK好 我们来回答您的这几个问题 不然一直留在这上面 我怕来第一个 这个 您的第一个问题说 有人说用借的 然后股利利息 股息比成本高 因为这里所谓的借券 就是你去跟人家用借的 那你想想看 你借 不管你是借钱 还是借什么 你都会 你总是要付利息的 对不对 那我得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比如说我今天我买 你今天我买 一样 我买台积电的股票 我除了有可能 我的获利来源本来就两个 第一个我今天买800 明天涨了一点 然后808块 我把它卖掉 那我是就赚这8块钱 一股赚8块钱 对不对 我赚的是这个中间的那个 那买卖中间的利差 另外一种是我 买他的股票之后我就放着 放到他发股利的时候 他可以配我 我这1000股 可以配多少的股利进来 这是你的获利的 好 那今天如果说 我们今天你跟人家 不管你跟人家借钱 对不对 或者你拿了这个 你拿到这个 你本来就应该付出利息 那当然你这个利息 一定是比你原来 你直接真金白银 去买他的股票取得的 你的利息当然是比他高的 利息比他高的 然后借券股东的股利股息 是否 是否可以成为股东 你都拿到了这个股票 你借到了这个股票 借到了这个股票 是为了做 对不起 这个借券的利息 这个部分 可能我要再查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部分 我到那个 我的line里面再去回答您 好不好 因为我刚才是在算股利的部分 我说这个没问题 可是那个借券的这个观念 我可能要再等一下 在计算股东跟 发股利股息的时候 身为借券人 然后这借券的相关问题 我们到时候一并回答 如果不是赠予 是离婚财产分配 OK好 有一种 在过户里面有一种 叫做剩余财产差额分配 叫差额分配 意思就是说 不一定是趣事 就双方我们举例来说好了 某甲跟某鱼 他们结婚 那结婚了之后呢 后来离婚 那离婚呢 有可能呢 他们在婚姻的过程中间 有一些财产 那是要把它分 对不对 要分嘛 对不对 那原则上 国税局他原则 在原则上这样 他们在婚前 各自拥有的财产 不用拿出来分 各自拥有的 比如说我在结婚前 我就有一栋房子 然后呢 太太呢 她有一部车子 就在我们婚前就有了 那这个没有 那婚后 结婚了之后 两个人结婚了之后 对不对 先生 她的现金 多了多少钱 然后太太 她的现金多了多少钱 这个部分 就要拿出来分 或者她买了 她在结婚之后 拿了多少股票 就她买了五张 台积电的股票 对不对 她得到 她有了十张 鸿海的股票 假设是这样 那这时候 要分的时候 就要拿出来分了 对不对 那这种就不叫正宇 这种就不叫正宇 因为这个不是正宇 这是那个婚姻财产的 那个分配 对不对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她跟正宇是不同的 她跟正宇是不同的 OK 好 需要公证吗 没有听过 没有 不需要做公证 因为你只要相关的文件 资料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那个出售让人的 基本资料 然后过户申请书 税单 这些相关的 的这些资料都完整的话 我们就直接在工资办理过户就好 直接在办理过户就好 再来一个 股权激励方案 员工齐全计划 请问 员工取得股票要刻什么 刻索的税 就如果说我们让 员工拿到 他只要 他没有付出 他没有拿钱出来 他没有拿钱出来 等一下我们在讲除权的时候 我们会谈 我们会谈 就是说除权有很多种 公司增资有很多种 有一种方式是 股东要拿钱出来 才能够拿到这个股票的 有一种公司是 股东不用拿钱 公司就直接配股票给他 那这种就叫所得税 那股权激励方案的 这个员工齐全计划 这个您问的这个问题 员工取得股票 要刻的就是所得税 他会有所得的问题 OK 好 再来 大概的说明到这边 那个借券的那个问题 我在那个line里面 私下回答你 因为我 说真的 我没有在买 卖股票 我有在买股票 但是我没有做这个什么 融资啊 借券啊 这些东西 我买股票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开人家的股东会 要去学人家怎么开股东会 所以比如说 我有时候我会买那个 有争议的公司的股票 一听到 这间公司今年有 感觉上挺热闹的 那我就会去买股票 不过买的常常都是亏啊 亏啊 我最近才 才把一个亏了百分之三十几的股票 把它卖掉 对啊 那家公司真是伤脑筋 虽然开他们股东会学到一点东西啦 不过亏那么多 其实心里也蛮痛的 所以我买股票只是这个啦 所以我从来不会做什么融资啊 融券啊什么 那些我不懂 那些我不懂 我不会去买 我买股票的目的 只是为了 就是为了这个 接下来 郑宇 郑宇就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 如果说 就 就股东卖给新股东 是否只需要新建硬件卡就好了 或人需要股东过户转让申请书 要有这个转让过户申请书 目的是要留在公司里面有这个记录的 目的 买一股应该也不会亏到哪里去吧 会啊 不会啦 当然啦 我要去开股东会我再买一股啦 问题是我没有拿到开外通知书啊 对不对 现在上市柜公司你一股 他不会寄开外通知书给你 我还得自己再跟什么联络什么东西的 对不对 然后 也不是每次都亏钱啦 也有赚到货 也有赚到货 像当年去参加长荣的那个 为了要去 不是长荣 是泰山 当年泰山把董事长换掉 他们是开股东会嘛 对不对 那次我买了泰山的股票之后 我买了之后 然后呢 他过了停止过夫日没多久 我就卖掉 但是我还是可以去参加股东会 对我还是可以去参加股东会 也就是我在他的停止过夫期间 我就把股票卖掉了 但是股东名册里面还是有我 我还是可以去参加嘛 那一次我就有赚了一点点 就赚了一点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去看 看他们怎么样把董事长 在股东会里把他弄掉 OK好 就股东卖股票给新股东 还是要有那个购户展当申请书 是的都要有 都要有 因为这个我们公司要留底 你公司要留底的 这是我们公司要留底的文件 那郑宇这边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说还有一个 我今天在查资料的时候 就这个有一个 如果呢你已经 我今年郑宇已经超过了 我们说过已经超过了244万之后 对不对 我们要再郑宇 又继续再郑宇 比如送给孩子 送给孩子股票 今年其实你已经送超过了 那已经要刻 已经要刻郑宇税了 然后呢你要再继续再送的话 那么你要在30天之内 申报郑宇税 马上就你马上申报要缴 不然的话会有那个罚则 会有罚还 会多一点 那这个呢是我看到的那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之前没有注意过 那我今天就把它加进去 好 继承 原来是去看八点档 对看这呢 好这个 过户里面还有一种叫做继承 继承这里比较特别 股东过市 股东过市 然后呢他的股票 留在我们公司里面 对不对 然后要办理继承 要办理继承 这时候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对东西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确定 谁可以领 谁可以当他的继承人 那每个人呢要领多少 每个人要分多少 每个继承人要继承多少 对不对 那这里会有问题 问题是说这个人的设定 如果各位有读民法 你大概知道了 就是说其实继承是有顺位的 对不对 是有顺位的 子女 父母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祖父母 再来是兄弟姐妹 什么什么 这个是有顺位的 那那个顺位是怎么排的 其实基本上面 我们不会去帮他们排这个 但在鼓舞的角度 我们没有 没有全力去帮他排这个 对不对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个所谓的继承人 他的子女可以分 可是 你怎么 我们怎么知道 他的子女 只有这几个 有没有所谓的 非婚生子女 那非婚生子女 也可以分 那他的非婚生子女 是不是有这个资格 是股物决定的吗 也不是啊 你也不能决定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不能决定 所以我们的原则是这样 就是说 当股东要做 所谓的继承过户的时候 必须由他的继承人 提出一张 所谓的继承系统表 就是说 这个过世的股东 有哪些人是有权利跟他继承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他们自己去列 拿这个表列出来之后 每一个人 这个上面的每一个继承的人 都必须要盖硬件 而且这个硬件呢 是硬件证 护证事务所开的 硬件证明的硬件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到 你要用护证事务所 开的硬件证明的硬件的时候 你必须本人拿着身份证 到硬件 到那个护证事务所去 说以后这颗就是我的硬件证明 我只要盖这颗章 就等于我亲自盖章的意思 就是等于我亲自做证明的意思 我们要看到这个 为什么 就等于说是由他的继承人 你们这几个人 你们说你们可以继承 而且是你们本人说的 就硬件证明 再来一个 叫做分配同意书 或者是分配协议书 那就是说 好那这些人 你们决定把这个 被继承者 就是过世的股东 他的股权要怎么分 怎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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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样子列出来 要讲 因为有可能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分比较多的股票 他们分比较少 为什么 有可能他们 其他的人分的是 他的其他的财务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怎么分 我们不是直接 有四个人 我们就直接把被继承人就除以四 股权就这样分开来 没有这样子的 我们是根据他们的 那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看到继承系统表 看到分配同意书 看到硬件证明 一定是这个 那当然税单也要 遗产税啊 赠予税啊 的税单 遗产税的税单 遗产税的税单 缴清了或者是免税 这个税单要有 一样过户之前 一定要税要完整 那再来一个股票 还有一个就是 你们之间的那个 那个关系 关系是你们说的嘛 那这个 户籍腾本的这个目的 户籍腾本的这个目的 就是为了证明说 你们之间的那个关系 因为你说他 你们是什么关系 你他子女啊 你他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 去证明这个 那一样 申请书这里 那如果抛弃继承的话 一样啊 就是他的继承系统表里面 可能有人是抛弃继承的 我不要继承 好也可以啊 你还是要列进来 你还是要列进来 然后呢 你有一个抛弃继承的证明 就表示说 你没有要分 那公司这个会留着 为什么我要留下这个 因为万一 我说过 万一 今天我们继承系统表里面 有冒出另外一个人出来 他是有权力分的 他是有权力分的 那今天 他不能跑来公司说 你当初分错了 你要把我的股权 你要把那个货物 给我 对股物来说 我们没有办法背重责任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看着 那个继承系统表 跟分配通议书去做分配 那今天有另外的人出来的时候 他找谁 他去找继承系统表的这些人 他没办法找谷物 我又不是法官 我怎么决定说 谁可以领 谁不可以领 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对不对 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这是我们 在注意做办理继承的时候 会注意一个问题 然后最近我碰过一个 实物上的问题 就是说 他有一个状况 其实你想想看 股东投资我们公司多少股 一般来说 我不知道 各位会怎么样 那你想想看 你会知道 你的太太 她买哪一个公司的股票 买多少股吗 可能会知道 可能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她拥有哪家公司的股票 多少股 你不知道 你可能只能隐隐约约 她好像有在买台积电的股票 但她实际上都有多少股 你可能不知道 对不对 那她买那位上市区公司的股票 也是会一样的 你不一定知道 所以这里有个问题是 如果有人要来查 有个股东说他过世了 那有人要来查他的股权的时候 他在我们公司拥有多少股的时候 怎么查 一样 我们会拿继承系统表出来 就是你是跟他有关系的这个继承人 对不对 那我可以给你 我可以让你们去查 没问题 我可以让你们去查 可以让你知道 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不在这个继承系统表里面 或者是你只是他的兄弟姐妹 假设他明明有子女啊 或者什么的 就或者是连表哥表姐啊 什么的 大伯啊 什么什么三叔啊 那种 我要来查 基本上面在古物来说 这里在实物上面 规定上没有规定那么多 那站在古物上面 我们的原则 客户问我这个问题 我的原则就是这样 就是说 谁能查 我还是拿继承系统表来 比较好 因为他有继承的权利 他来查 他来确认嘛 对不对 这比较OK啦 那基本上面 如果说他不一定有继承的权利的话 他来查的时候 其实这个相关的资料就比较 要问题就比较大一点 OK 好 那还有一些比较detail一点的 就是说在这个继承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时候继承会跑很久 如果那个被继承人 就过世的股东 他的资产比较多 他不是马上 马上就可以分等金融 又有现金 又有房子 又有股票 又有车子什么的 一堆东西的话 对不对 那这跑很久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可能 我们会碰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开股东会的问题 第二个是发股力的问题 对不对 已经过世了 那可不可以开股东会 参加股东会 他过世了 他没有办法来参加 但是他这个股权 我们对我们公司很重要啊 对不对 有可能他大股东 那么这时候呢 就由他的继承人们 共推一个人来 共推一个人来 来代表参加这次股东会 他们可以共同推举一个人来 那可能说我们到时候呢 要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说 他的继承人们有同意说 由这个人来参加股东会 我们要拿到这个资料 这个格式 这个格式 没有一个 我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一个标准的格式 但是原则上面 是我们要看到这个 那他就可以来参加股东会 这是一个 第二个发股力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股权 这个股权还登陆在被 过世的股东身上 那还没有办理继承 那这时候发股力了 一样我们就先登陆在 登记在他的身上 登记在他的身上 那到时候 到时候 这个由他的继承人们 把这个股权继承了之后 这笔钱 也可以跟着一起分的时候 然后有他们去缴所得税 因为你放在他身上 他一定不会要 不会缴所得税 股力平单 你也开不出去 我们开出去 国税局会在我们 撤回来的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到时候会变成是所得税 OK 还有一个概念 对不起 有些东西我在做 这讲一的时候没有想到 我现在在 在做的时候我想到一个 就是我们在过世之前 刚才因为受到 未领股力的问题 那这里呢 有一个分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过世之前 还没有领走的股力 有配股嘛 那就到股东都联络不到 比如说他 他都联络不到 那我们股力发 都被退回来 或者怎么样的 那公司很可能 他的钱都还留在公司里面 在过世之前留在公司里面 或者是在过世之后 我们再配给他的股力 过世之后 这两个不一样 过世之前的 这个叫遗产 这个叫遗产 这个是他们在分配 刚才说那个分配同意书里面 分房子分车子 分什么分什么分 这个股力也是在里面分的 因为他算在遗产税里面 那过世之后的 这个是所得 是所得 所得税 这个叫所得税 这个呢 是由那个继承人们 拿到这些股权 然后分到这些钱之后 他们去交所得税 这是不一样 两个的税是不一样 OK 那下一个 法院拍卖 就你的股票是从法院拍过来的 是到法院去拍卖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的财务管理有点问题 然后呢 他的 他的股权呢 就被那个法院抽走 欠债 欠银行钱 欠什么单位的钱 对不对 然后甚至于欠国税 那他有这个资产 那资产呢 他资产里面包括股票 那股票被拍卖 那我们好去 参加他的拍卖 然后拍到了这个股票 也可以啊 就过户 只是这里有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这个证交税 这个还是要交证交易税的 因为这个类似买卖 只是这个卖给你的人是谁 卖给你的理论上是那个原来的持有人 可是他既然都已经欠钱了 他也不会拿到这笔钱 对不对 那么这中间的证交税 他就没办法交 这时候就是我们拍得的人 拍得的人 你除了拍卖付这笔钱 他还付这笔证交税 不然一般来说 我们的过户里面是 出让人要出这笔证交税 受让人他是代征 他只是从我付给你的钱里面 我拿走这个千分之战的证券交易税 我去把他交给银行 所以我是代征人 但是呢 钱是从出让人那边拿过来的 不过从拍卖里面的钱是从 拍得的这个人里面拿出来 他要再多付一点 因为法院不会帮你 帮你付这个税 OK 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OK来 这里 这里是继承的那个办法 继承就是刚刚我说的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继承系统表 继承系统表 里面呢包括 他包括他们的那个继承顺位顺序 他们是根据民法上面的规定 去列在这个表里面的 然后呢还要注明啊 如果伪造啊遗漏啊对不对 他们这些人呢要负法律的责任 然后呢分配了同意书 按照这个 然后税单这个部分 然后那些相关的资料都要有 那这里呢会有一个问题是在那个 有可能被继承人就是那个股东 他可能假设说他拥有十万股 有可能他是个大面额 面额很大 就是一张十万股 那今天呢要分给三个人 那这时候可能是要做拆分 适当的拆分 那我们这时候就要做股票换发 要把它换票换出来 换成让他等于说一张大面额 换成小面额的 换出来之后再过户给 那个继承人们 那这个要做换发的动作 有可能要做换票的动作 如果我们公司有印股票的话 会有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 那继承事用表的范例大概长这样 不一定全部长这样 不一定全部长 大概就像这样 被继承人是谁 然后继承人是谁 被继承人过世的那个股东 然后呢可以分的人包括这个 包括怎么样的 这些人他们是可以继承的 那他们呢全部签名盖章 那这里呢就是用那个硬件证明 硬件证明 因为他们不可能有空会跑过来嘛 对不对 那我们用硬件证明呢 所以我们要收好他的 我们要有他硬件证明的证本 也要留下来的 好 这是所谓的记者记统表 那分配的协议书就是这样子 就这些人们 他们就立在上面 那总共要分配多少 他分多少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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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再把硬件 硬件证明上面的硬件也是盖好 所以这个是重要的那个资料 重要的那个资料 OK 再来下一个是捐赠 捐赠跟赠语不一样 捐赠跟赠语不一样 捐赠是牵涉到法人的问题 就是我 我把我的股票送给我 送给我弟 送给谁 送给谁 这叫赠语嘛 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是我的公司 或者是我 我送给一个公司 或者是公司送给一个 一个个人 哎公司送给个人 赠语 这个也不是赠语税 这个也不是赠语税 因为这个 这个不刻针赠语税 OK 那这个呢叫做赠语 叫做捐赠 这捐赠 那捐赠呢会有一些不同的 比如说捐给什么基金会 这最常见的嘛 对不对 最常见 我们知道很多上市贵公司 每年都会固定捐赠给基金会 都是自己开的基金会 那这些就是赠语 那赠语呢 其实是有相关的规范的 比如说他最多给赠语多少 有多少是可以 因为赠语 一样会牵涉到两个 一样牵涉到 有可能会有 那个赠语的那个过程 里面的赠语税 或者叫做 对会有赠语税 那另外一个呢是 拿到你的赠语的那个 他可能会有所得税的问题 可能会有所得税的问题 然后我们既然捐赠了 对不对 那有可能我们可以有免税的 那个权利 所以他这里其实比较大的问题 是税的问题 是关于税 要怎么做 那至于过户的话 就跟一般的 你看出让人啊 受让人啊 赠语税缴纳 或者是免缴啊 或者股票啊这些 这相关一般的 这个都类似 他比较多的问题在这里 我们把它分成两种 第一个叫自然人 捐赠这个股票 我把它捐给 这个基金会 捐给什么东西 或者是政治捐款 捐给那个政治现金 捐某某公司的股票给 候选人也蛮怪的 概念上 概念上像这样子 那他呢有几种状况呢 这种是不用记住 不然一般 我们一般赠语 是要有赠语税的嘛 对不对 但因为他捐赠这些 给这些单位 那么就没有税的问题了 这里 捐赠给什么公益 政府机关啊 公共的那个教育文化 慈善机构啊 像这些的 然后呢 但是他有一个列举扣除额的问题 就是你要捐多少 你要送给人家多少 那没问题 但是呢 你送给那些单位呢 有时候呢 是可以拿来扣税 抵税的嘛 对不对 抵税的嘛 但是呢 这里呢 列举扣除额呢 比如说你捐给这些单位 教育文化工艺的 不能超过20% 你的总收入的20% 超过以上 是没有办法扣你的税 是没有办法抵你的税 抵你的税 所以我们比较 那简单的概念就像这样子嘛 就是说 我不知道各位 因为五月来 你要申报个人中央所得税 对不对 那如果你去年 你有捐给创世啊 捐给什么伊甸啊 对不对 这些单位 其实本来就可以抵你的税了 对不对 那就是列举扣除额的问题 对 那但是最多呢 就是不能超过20% 对 不能超过你的总所得的20% 那超过的部分 就不能拿来抵你的税 抵你的所得 把你的所得扣下 再来一个 如果是捐给国防 绕军啊 政府啊 那就是你捐多少都算 都可以都可以拿来 那捐来捐去 跟大富翁都不用税 其实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这样子啊 因为我们这些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啦 你这个捐给好 比如你捐给创世基金会好了 你捐给他五万 也不是说就抵你的税 抵你的税 抵五万 不是啊 是抵你的收入 抵五万而已啊 比如我去年 总收入 我的薪资什么的 加起来 我的总收入总共 一百万好了 对不对 那一百万可能要交多少 所得税 那我今天 因为我有捐给创世五万块 所以我可以变成 我的去年收入九十五万 所以我还是要缴税啊 我还是要缴税啊 对不对 这个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不是说拿来抵我 我本来缴税里面少五万 没有 政府不会让我们有那么好 那再来一个法人 如果是法人你捐赠 我是公司 我是公司 那我捐 我捐我的股票 那基本上面是没有 赠与税的问题的 因为赠与税 我说过它是给自然人 所以它没有赠与税的人 可是呢 你捐的话 你可以当做你的费用或损失 就类似这个 列举扣除的这个 那一样 它是有捐给政府啊 绕军啊什么的 这些就没有 捐多少 都可以 都可以列举当做 当年度的费用 那当然如果捐给这个 最多呢 就百分之十 那其实实际上 更有更细的法条 更细的法 因为它会分配在 不同的理念 不同的理念 比如说 政治现金 政治现金也可以啊 也可以的 但是呢 它最多呢 就不能超过百分之十 不能超过多少钱 它还有一个 数字的 所以它分配在 不同的法条里面 那只是说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 就是要有这个 只是说 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就在做捐赠的时候 它处理的通常都是 税的那个问题比较多 那在股物系统这边 股物这边 我们要看了一样 就相关的资料正确就好 再来一个人就信托 把股票做信托 交给信托单位做信托 比如说我们的政治 政治人我们的总统啊什么的 当他们担任这个公职的时候 其实在法律上的规定 他们必须把自己的财产做信托 他们不能够自己再去 再去处理这些 那这些可能就有些信托相关的规定 不过做信托 一般在未公开发行公司 非常少见 我到目前为止 我所服务的客户里面 我还没有见过 我还没有见过 所以这里只是相关的资料做过来 好 ok 这个呢在我们就是说所谓的过户 我们再来回复到最先刚才的 就是说股东的股权会做改变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股权的异动嘛 那主要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过户 一个是过户 一个呢就是储权 一个就是储权 那刚才呢我们说明了这些就是 所谓的过户 比较常见的一些过户 比较常见的一些过户 像这些的 ok 当然还有别的 还有别的 比如说什么股票底角股款啊 什么的 不过那些就相对比较少见 就最常见的过户像这样子 或者是股票底角股款的概念 就像是说 有人要成立一家公司 你要投资 但是呢你不是拿钱投资 你是拿别的公司的股票去投资 这些股票底角股款 ok 这种比较少见 这种比较少见 ok 那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我们的系统里面 我们都会把这些过户的类别 都会放进去 因为这些在国税局申报的时候 那个申报的那个格式 它都会有 这边有个过户的类别 这边过户类别 转让啊 继承证 这边都会都会有 都会有 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账号 没有办法看到那个 好 ok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 股权会变动的另外一种状况 叫做除权 就是公司的资本 公司的发行的股数有改变 公司发行的股数有改变 包括增资 包括减资 那么只要公司增资 或者是减资 那么代表你的股权就会比原来多 或者是比原来少 对不对 好 那增资里面呢 分大致分两种 一种叫无偿增资 一种叫有偿增资 无偿增资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用付出代价 你不用掏钱出来 你就拿到这个股票 你就拿到这个股票 你就多的多拿到这些股票 无偿增资 有偿增资是你要拿钱出来 你才可以得到这些股票 你才可以得到这些股票 好 那无偿增资里面 最常见的就是盈余增资 员工红利 跟资本公积增资 盈余增资就是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公司今年 在股东会的时候 我们今年呢有那个盈余 每股盈余多少钱 对不对 那总共呢 我们今年中央盈余多少 然后呢我们今年呢 要把这些赚到的钱 留在公司里面 变成把公司资本额变多 那等于说公司多出来 这些资本额就印一些股票 就发给各位股东 那发给各位股东 这就是盈余增资 那还有一种是 公司赚到的钱 我们呢 可以发给各位股东 也可以发给员工啊 对不对 那我们本来要发给员工的 我们把这个钱拿来 印股票 发给员工 所以您刚才那个概念 那个员工齐全的那个概念 比较类似这种 那这种就是一样 就是员工没有拿到 任何的 他没有付出任何的那个代价 但他拿到了股票 所以呢 这种类似员工红利 那这种就要交所得税 就要交所得税 再来一个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 理论上前面这两个 前面这两个 拿到的人 不管是员工 不管是股东 都要交所得税的 都要交所得税 资本公积呢 就会有分了 有要交所得税 跟不交所得税 两种 两种 因为资本公积的来源不一样 资本公积的来源不一样 如果是境外股票的收益呢 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要问一下 问一下您的会计师 因为我没有境外股票 这部分我比较不了解 不好意思 好来 这里 我们现在谈资本公积 我们这样讲 资本公积的概念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公司从股东这边拿到了一些股权 对不对 然后呢拿到一些钱 然后呢印了一些股票给股东 我们用这些钱在市场上去提供产品 或者是提供服务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获利 那赚到了钱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它放起来 那种呢叫做公积金 对不对 就我们的盈余公积啊 或什么公积金 对不对 就是我们公司多 我们公司多拿到的钱 我们公司多拿 我原本跟各位股东 一个人十万块 我找了我找了十个人 总共一百万 我就拿这一百万 在市场上提供产品或服务 那这时候我获利了 我是把它放下来 那这种呢叫做盈余 这种叫盈余 多出来的钱就是盈余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种多出来的钱 不是因为我们 为这个市场上提供产品或服务 还是会多出来的钱 举例来说 我们原来花了这一百万 结果呢 我们公司拿到一百万对不对 我们呢去 某个地方 买了一间小的办公室 对我们买了一间小的办公室 然后在那边工作 结果后来 刚好捷运开过去 捷运站的站口 刚好就在你的办公室门口 哇你这房子 你原来在花的钱 你这房子不过去涨起来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假如你把它卖掉 你是不是多出来这些钱 可是多出来这些钱 不是 不是我们提供产品或服务的 这种钱就叫做资本公金 OK 或者是人家捐 人家送东西给我们 送给我们一间办公室 那这也叫做资本公金 还有一种 我们公司呢 办理现金增资 我们公司办理现金增资 然后呢 我们因为我们公司面额 假如说我们公司面额 是一股十块钱 表示说 你如果拿一百万出来的话 你可以有十万股 对不对 你可以十万股 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公司呢 目前呢 公司资产比较多 我们公司 其实我们公司的那个 一股的价格 价值是不止十块 比如说一股价值呢 是二十块 所以呢 这是我们要办理现金增资的时候 我们会跟股东说 我们这次办理现金增资 但是呢 你如果拿一百万出来的时候 我只能给你五万股而已 我只能给你五万股 因为我们公司现在比较高 那我拿到五万股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加到资本额里面 我们只有五十万 中间他拿到一百万里面 我们只拿五十万 让我们资本额变多 另外那五十万就叫做资本公积 就叫做资本公积 也就是我们 现金正股的时候的溢价发行 溢价的 溢出来的那个价格的部分 就会变成资本公积 这就是资本公积的来源 OK 好 那资本公积 有了这个资本公积 这种钱的话 你就可以拿来 印股票 发给股东 那样就叫资本公积增资 可是这里面 这里面大概概念 你想想看 公司房子涨的时候 对不对 或者人家送给公司的这个 理论上公司多的啊 多的啊 那你这种东西拿给 印股票给股东的话 要交所得税 但是如果是现金增资 当初股东拿了一百万来 然后呢 我们呢 五十万拿去做资本的增加 然后另外五十万呢 我们放到资本公积去 那你今天用这多的五十万 又印股票给股东的话 你站在股东的角度来想说 这个钱是当初我拿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再给你 磕一个所得税 不合理 所以这种资本公积就不用缴税 OK 所以这个会有点不一样 就是资金的来源不同 OK 在无偿增资里面 在所谓的无偿增资里面 那无偿增资里面 我们在做无偿增资的时候 要做这个部分 首先要确定 因为他可能会有税的问题嘛 那可能有税的问题 可能有多拿到 那这里就会有 五十万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确定一下 那这次可以拿到的人 要不要交补充保费 哪些人要交 哪些人不用交 对不对 不用交补充保费 那这就去算 算出来说 那一样我们会有一个 那用哪一天的股东为准 就是你想想看 一样的原则 股东每天股权都可能改变 那我今天我要发股利 我要无偿配股 那一样哪些人可以领 谁领多谁领少 所以跟你的股东 跟他股权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样会有一个基准日 然后会有一个最后过付日 用那天的股权为准 然后用那天股权为准去算 算到那天每个人原始有多少股 那我们这次可以配多少股 可以发多少股 都算出来 那有可能是员工 我们不是要做员工 有可能是员工红利 所以我们公司赚到的钱 要发给员工 那发给员工呢 你发给谁 这个就没有比例的问题了 没有说 总经理发10% 然后那个财务经理发2% 然后一般的发1% 没有这种 他是他这个决定 员工红利谁分都 应该就是董事会自己去决定 他决定谁要拿多少的员工红利 哪一个人哪个员工可以拿多少员工红利 那这些人 那有可能这个名单里面就有可能是新的股东 他本来不是股东了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的股东里面 我们就要把它放到我们的这次配股的名单里面 然后这时候去做调整他的股数 有的人多一点 有的人少一点 因为用配股的比例来算的时候 就有可能发生四手五路啊什么的问题 那这时候去调整 调整完了之后 确认好他的补充宝费 要扣了多少钱 然后再来一个产生我们的股票号码 如果贵公司有印股票的话 那股权都确定了嘛 那股票号码就出来 那印股票 产生出来加到股务系统 加到我们的股票里面 对不起 我一直看股务系统 美股港股日股 美股亏损 美股亏损这什么意思 例如美股港股日股 那如果是美股亏损呢 你的美股亏损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公司亏损 那公司就没有钱来发股利啦 那公司当然就不会就盈于争资 或者是员工争资 员工红利啊 没有钱啊 那如果是公司亏损的话 还可以拿资本公积来弥补 还可以拿我们原先当每年 每年我们获利 去年假如我们今年亏损 假设 但是很可能我们前几年 我们都有赚钱 那根据有赚钱的话 根据那个法律的规定 是我们必须要先 公司的获利必须要先拿10% 做盈于公积 所以我们其实本来就有存一笔钱的 法令规定里面我们每年都应该 把获利里面叫存一笔钱 那这笔钱就是我们历年的保留盈余 保留盈余就是可以拿来弥补亏损 资本公积也可以拿来弥补亏损 OK 所以这美股 美股亏损的这些 OK 像境外股票的A类比例 这些我不了解您的意思 不好意思 OK好 那所以我们在无常政治的算法就这样 首先第一个确认股东的身份 要不要扣股东宝贝 然后开始算股东名册 整理出来 每个股东持有多少股 可以配多少股 然后新的股东把它加入名单里面 然后确认好他们的股数是多少 然后呢 股东宝贝要算好 算清楚了 OK 哪些人要交哪些人不交 再来一个 那根据他们的股权 就准备 就新的股票号码 那新的股票号码 请印刷厂印好之后 发给股东 所以我们所谓的无常政治 有常要股东认股 或者是股东 认更多股 或者是员工来认股 我们就说我们公司呢 可以让员工 也成为公司的股东 那他们呢 也可以也出钱 来认公司的股东 这是要拿钱出来 那一样要拿钱出来 就是我们就要决定 这一次一股要多少钱 像刚才说的 我们公司的面额是10块 那我们这次呢 是一股10块钱去认 还是一股要多少钱去认 因为你想想看 举个例子 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 今天的台积电股票是800块 假设是800块 如果那他们的股 他们公司的每股发行的价格 可能是10块钱 那如果他今天办理现金增资 他说我们都要办现金增资 然后呢 我们这次呢 一股呢 10块钱就可以去认 那大家都要认这个啊 为什么 因为我要花800块 才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一股 可是我如果参加你的现金增资 一股10块钱 那我是不是就赚到了 对不对 我是不是就赚到 那我可不可以 所以对公司来说 台积电来说 他要办理现金增资 他就不会用一股10块钱 他就会溢价发行 我要办理现金增资 但是这时候要认我们的一股 至少要780块 假设 我不知道多少 应该已经会计算的 应该已经会计算 780块 那其中780块里面 只有10块钱 会加到我们的资本额里 剩下的 像剩下的770块 就是资本公积了 就是资本公积 所以现金增资 这里 就会有一个 第一个 他是要股东拿钱出来 但是我们要订一个 你要股东拿多少钱 一股才能够认 好 一股才能够认 好 他的计算 对不起 我跑到简直来 对不起 他计算的方法一样 第一个 确定在我们的基准日那边 然后哪些股东 他可以认 公司法里面的规则是这样 就是说原股东 有优先认股的权利 那当原有的股东 认股不足的时候 再由董事会 一般来说是董事长 恰特定人来认 也就是说我们这次要办理现金增资 然后呢我们就是让 我们呢就是说 我们总共比如说我们要增资 五百万 那原来的股东 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持股比例来认 然后呢如果呢他们认不够了 我们再去找特别特定人 特定人 其实在法令上有规定 了解公司的状况啊什么什么的 但其实我觉得那些 比较像形式上的意思 就是说就基本上就是让董事长去找某些人来 然后呢他来把这些认走 他有可能是股东 有可能不是股东 就可以进来 OK 那个叫做现金增资 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有可能一种状况 就是说 我们公司办理现金增资 就我没有让原始股东去认 我直接就让某一个人来这进来 但这样子到其实对原股东来说 有可能他的权益会受损 为什么 因为你新的资金进来 他就会有一定的占股 占股比 他的占股比增加 是不是代表原来的股东的占股比会减少 对不对 那夸张一点的例子 如果我们公司原来的资本额只有100万 那所有的股东 10个股东好了 每个人都是10万 每个人都是10%的股权 对不对 但是我如果有一个增资500万 直接找一个人进来 一压 资本额变600 其中500万是他 所以各位的占股比 从原来的十分之一 都被压下来 对不对 那是不是就不公平 对原始的股东不公平 所以在法令上的规定 原始股东有优先认股的权利 当他们认完了之后 还可以找别的人来认 你们不认 那我们可以找别的人来认 这是一个 再来一个 那员工认股也是这样 员工认股的话 他的规定是说 在我们公司法里面的规定是 如果公司要办理增资的时候 必须要有10%到15%让员工参与 所以通常就我们公司要 假如说要增资500万 通常会有50万到75万左右 这个这个额度 是员工可以来认 那也就是说股东们是根据剩下的 剩下的425万到450万之间 他们来来做 那这个部分呢是让员工可以认的 为什么要鼓励员工成为公司的股东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例 那同样的如果员工没有认 那就是要怎么处理 这个部分 那这个这个部分就是说 再做员工认股 或者我们直接就做一个 我只做员工认股 我只做员工认股 这个 好 那他的算法就是一样 就基准是名单出来了 那每个股东 如果员持有多少股 他可以认多少股 那这时候呢有可能呢 就特定人是新股东 或员工认股是新股东 所以呢我们要把新股东 也要加到这个名单里面 那看每个人实际上认多少 认完了股权之后 一样算出来 我们呢做股票号码 然后让印刷 印刷完之后扒给股东 扒给股东 这个部分通常在做 有偿跟无偿的时候会比较细啦 那我会在我的其他教育训练里面 就像我的过户一样 我会在我的其他教育训练里面 把它说得更细一点 包括怎么操作 那我们今天呢 只是谈一些观念上的问题 就是说概念上的问题 那让大家了解 就是说会影响股东的股权 会有这些方式 会有这些方式 OK好 简直 公司资本额减少 像刚才说的那个亏损 我们说我们公司的保留盈余 可以弥补亏损 资本公积可以弥补亏损 如果保留盈余也没了 资本公积也没了 那公司资本 那公司还在继续亏损 那是不是 公司的实际价值就没有那么多 那这时候有可能适当的时候 就必须办理减资 把资本额扣下来 把每个股东手头上的股票 股票的股数 手头上所有的股票收回来 我们要发新的股票给他 比如减资百分之 百分之三十好了 那剩下百分之七十 所以你原来 发给你的一万股里面 现在只剩下七千股而已 现在只剩下七千股 所以这个动作呢 就第一个 要算出来 哪一天的股权为准 那我们总共减资 后要多少 那还有一种减资 比较特别 叫做绑环股款的减资 也就是说 他公司不是因为亏损减资 不是因为说 我们亏损 我们是因为 我们公司呢 没有那么多的 我们公司不需要这么多的资金 不需要这么多的资金 然后资金呢 放在公司里面呢 也觉得 没有比较好的 短期之内 没有比较好的应用的方式 所以我们干脆就还给股东 一样 那简直假如刚才那个例子 我简直百分之三十 那剩下百分之七十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把你的一万股拿回来 我发给你七千股 但是呢 我也发给你百分之三十的股 的三千 三千三万块 三万块的钱还给你 这叫做绑环股款 这种减资 就是他资本额减下来 但是呢 他不是因为亏损减 他只是把让自己的资本额变少 把多出来 扫出来 省出来那些资本额 再还给股东 还钱给股东就对了 这个叫绑环股款 这个也是减资 这个也是减资 所以减资其实有两种 那一样 算出来到基准日 哪一天 每个股东多少股 然后呢 原来的股东多少 那剩下多少 那这时候再去调整 调整说要还他多少 要剩下多少股 然后要还他多少钱 算出来股票号码 然后还给股东钱 给股东股票 这个东西 那他股数也会变少 但是呢 他等于说他的那个手头上 他的资金会变多 而且这种 还回去的不用缴税 不用缴税 没有所得税的问题 他拿到这些钱 他没有税的问题 如果是下市呢 例如没有会计师 出不了财报 下市怎么样 您的问题是什么 下市的公司 没有会计师出不了财报 可以把你的问题再写得更清楚 你要问的是哪一个问题 好OK 那这里简直要再说一个 所以各位在看 有些公司 有些公司他们在发的时候 在发股利的时候 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做 因为对股东来说 你看他可以拿钱回来 他可以拿到钱 对不起 他可以拿到钱 可是他拿到钱 他不用缴税 那是因为他们用访还股款的方式 他们用访还股款的方式 还钱给股东 不用没有所得税的这个问题 所以有之前啊 之前有些公司就采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记得连鸿海都用过 鸿海都用过 他都适当的把自己的资本的减价 再把钱还给各位股东 这个部分 您的问题是 刚刚讲的是简直 如果是下市 要收回股票还支吗 嗯 以我现在服务过的下市的公司 通常就是他们公司会下市的原因 可能有很多种 对不对 有很多种 像出不了财报 或者是真正的亏损 或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被下市 那其实下市的时候 原则上面他们其实还是一家公司 他们还是一家公司 然后呢 他要不要做简直 还是由公司的 董事会去决定 由股东去决议 由股东会 开股东会去决议 而不是直接去决定 我们要怎么做 没有 所以这些人是经过 必须经过 也就是他理论上 一个上市公司 或者是一个 没有上市的公司 或者是下市的公司 他们都是股份有限公司 他们都还是一样会有 所谓的董事会 股东会去决定 整个公司的这个过程 只是上市公司 他们有更多的主管机关的监理 或者是他公布更多的资料 他的股票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卖 而未公开发行公司 他没有办法在公开市场上买卖 没有办法有一个 每天那个 股数 股价 多少大家都看到什么 没有那个 但他还是一家公司 所以这家公司要不要减资 要不要访还股款 要不要干嘛 还是用公司自己的股东去 去开股东会的 那要提起 提不提起 要看有没有发生 比如说发生一些人魔不脏的问题 比如像掏空啊 董事会有没有犯法 或者是公司的那些经理人 有没有犯这些 然后呢 才会决定这个 那通常 要走到这一步的话 那你必须有足够的证据 要怎么样的 那除了股东们来提起诉讼 监察人也可以啊 监察人也可以啊 监察人在他的职责里面去找到 所以下次不一定是公司真的有 有什么犯法的问题 没有那些啦 没有那些 不一定有那些 但有时候就只是真的 市场状况不好 几年的这个防疫下来 生意真的难做了 他没有办法 下来 OK 好 这个 然后停止 对啊 所以新闻上常常看到哪间公司 停止交易下市 所以那个有 有时候不一定说 真的是他有 有所谓的 不犯法令的问题 有时候就真的只是经营的问题 经营困难的问题 市场整个改变 他没有办法 交给人家 这样子 好 OK 那 这里 OK好 那我的说明大概到这边为止 那各位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等我一下 各位还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在做说明这个股权的部分 在做股权这里 我今天再来再说明 第一个就是股权的改变会变成 一个是那个过户 买卖继承证的这种过户 股东的股权会改变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增资减资 股东的股权会改变 其他任何动作里面股东股权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在做股物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去保 处理股东的股票 处理股东的股权 那这时候在 尤其在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 过户跟除权的这些动作 我来特别注意 因为它影响到股东的股权 好OK 好各位 那千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 那个过户作业怎么做 在那个系统里面 想要看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 对对对 好OK等我一下 这些重要的股权报表 你还没有可能要 OK 他现在老师他帮我们示范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运用 股物管理股物人员 他是用股物人员账号 进入系统 就是输入过户资料 然后就是完成 整个过户的程序 那我想我们这个地方 先示范一下 那除权除息 就是对不起除权 在另外一个教训内里面讲 另外专门在讲除权的示范 好我们这边做一个 简单的过户作业给各位看 股东基本资料的管理 股票基本资料的管理 那我们今天做的是股权的部分 股权的部分 那这里就可以做过户 好在系统里面 我们分为有所谓的一阶段的过户 跟两阶段的过户 他的概念是说如果是两阶段的过户的话 他必须是由股物人员这个身份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身份 我是股物人员 由股物人员去输入过户申请书 当他过户存了之后对不对 这张过户还没有真的进入系统里面 这时候要有另外一个权限 这个股物管理员的权限的人 他进入系统之后 重新review一下这张购物申请书 出账人对不对 受账人对不对 那个日期对不对 金额对不对 像这些股票号码对不对 review过后 然后呢 approve 就确认那这张购物申请书才会真的生效 这就是我们说的之后 因为他这个动作比较serious 他会影响到股东的股权 所以他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么做 需要我们这么做 那所以呢 我现在是用股物人员的身份 我才可以输入过户申请书 进来之后是按一个新增 那么受账人是谁 当然受账人 我们一定要在股东基本资料里面就有产生了 就已经有这个人了 比如说是哪一个股东 那你可以按这个去查 或者是确认好 然后转让交割日期 就是税单的日期 过户日期就是他来公司登录的日期 所以你可能你的转让交割日期是 看你的税单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过户类别 刚才有说的 就是说转让 一般的转让私人转让 这两个转让 这两个转让有什么不一样 所谓的私人转让 在那个公司法里面有特别的规定 就是说转让其实就是买卖 不管是一般转让还是私人转让 其实就是买卖 只是因为私人转让 我们的系统 因为我们的系统 以前在做的时候 之前在做 之前原有在做 无系统的时候 我们的系统曾经有上市公司在使用 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的桌机板 还是有上市公司在使用 那在上市公司里面 他们的转让里面 有一种所谓的私人转让 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们知道你今天 你要买卖那个 上市公司的股票 你是不是都是到券商 或者你的那个下单软体里面 你打一打 然后你直接就转让买卖 但是如果是上市公司 有时候以前 曾经有些公司 在之前 他们公司虽然上市了 可是股东一直没有把股票 交到吉保公司去 都还在股东手上 那他自己在 比如说老公司 中刚 我有中刚的股票 我当年有买中刚的股票 而且我把股票领回来了 那我一直没有把他 送到那个吉保去 所以我如果要买卖 中刚的股票 我没有办法在耗子里面下单 为什么 因为耗子里面没有我这个股权的记录 我如果要买卖 我就直接拿着我的股票 拿去卖给另外一个人 那这种就叫私人转让 上市公司之间的股票私人转让 在法令 公司法规定里面 三个月之内不能超过一个成交单位 也就是说 你如果买卖这种上市公司的股票 私人转让 私底下这样子拿着股票 真的去买卖 三个月之内不能超过一千股 因为他不要那个 有些人把股票拿回来 然后偷偷的把它卖掉 所以法令上的规定 那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你选私人转让跟一般转让 都是转让 OK 那你看这里还有继承 赠与 法院拍卖 然后什么合并更名捐赠 然后胜盈财产差额 胜盈财产差额分配 这个 那这些的 就各式各样的 那个贡富的类别 这会跟报表有关系 产生出来给国序局的报表有关系 我现在选定了这个之后 总股数 总共卖多少股 四千股 假设是四千股 然后一股多少钱 12.3456 假设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 就出让人的股东是哪一个人 哪一个股东卖给我的 假设是八号股东 那我们的系统就会列出来 八号股东所有的股票号码 它可以是一张一张的 它也可以是连续式的票号 然后就是八号股东 手头上的股票号码 几号到几号 然后我也可以是一张一张的 那我只要勾就好了 它就卖这一张 这一张 这一张跟这个 我们勾好的时候底下就会跑出来 你看这里 就会把股票号码都会列出来 确认好总股数没问题 按确认 好股权就转变了 股权就改变 就由A变到B 就不一样 这股数股票号码就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因为我用的是一阶段 所以意思就是 我的股物人员输入 存档股权就变了 那如果是二阶段 我股物人员输入完了之后 我还得要有股物管理员 去做确认才可以 OK好 这边有一个那个报导 误导然后去控告 这有可能 对就是说在某一些状况之下 公司如果发生一些问题的话 不过这种 看股东们有没有办法 去集结这些力量 OK好 过户资料 过户做完了之后 那看相关的报表 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去看 这边 股东名簿名细表 这个报表是比较常看到的 报表输出 比如说刚才那个 8号股东 这个是什么 8号股东从整个系统开始 什么时候拿到股票 股票的号码是几号到几号 总共多少股 它的整个所有的过程 异动的过程 曾经怎么样 然后曾经做过减资 减资之后换的股票 新股票号码 旧股票号码 然后到最后面 最后的这笔 您看一下 在这里 在这里 就有 这个 受让人65号 然后呢卖了4000股 一张一张一张的票号 全部都出来 日期 然后那个每股单价是多少钱 就是说在8号股东这边有这个 有这笔记录 然后同样的在65号股东身上 也会有这笔记录 因为我们这次测试的资料 我们做的股票号码都比较分散 如果你的股票号码是连续的 你不一定会有这么多记录 就因为我们故意做这些 故意做的很分散 要让资料量变大什么的 这65号反过来看同一张报表 那他就会有一个受让的记录 受让人是8号 然后受让人的记录 那股数变多少股 就加这么多股 另外一个是减这么多股 像这种相关股东股票的 异动的东西 那这些股票号码呢 也会登录到这个65号股东身上去 我们在看股票清测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说 那目前手头上的股票号码是几号 65号 列出来 这就是他的手头上的股票号码 谢谢 OK 还可以把这个报表输出到Excel档上去 丢出去变成Excel 股权的异动 你在做过户的时候就这样做 OK 好 股权的报表要讲一下 股权的报表 对股权报表在后面 那个 就是股权资料相关的报表要查哪一些 对啊像刚才有个股东民部 股东民部明细表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流水账的那个部分 就是这个流水账的部分 什么时候加股票 什么时候拿到股票 什么时候股票出去给人家 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看的 另外也是公司总共所有的过户的异动清测 就是说我们今年 113年我们公司有哪些股票 哪些股东有股权做异动 像这个 像这个刚才输入的这个 5月8号这一张 8号股东出账给65号股东股票号码的明细 然后每股单价是多少钱 像这个就是过户 所有的过户异动清测都会在这里 过户的明细都会在这里 那这里还有一个股数核算表 就是说我们呢可以去检查股东的股权 我们可以去检查股东的股权 用三种方式去检查 用三种方式去检查 我这里我把它列出来那两位股东就好 不然那这跑出来太多了 来8号到65号 8号到65号 或者是我只看8号跟只看65号也可以 像这样 明布这里没有做出来 等一下 看8号可不可以 跑一个股东的股票的资料 就是说第一个他有个名测股数 就是在股东名测里面 只要股东的股权有变多或变少 他就算出一个股权是多少 这股票股数呢是股东的股票号码 我不看五看所有的移动 我只看股票号码 所有登记在8号股东身上的股票号码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里 这时候这两个股数是多少 用两种方式 那其实还有第三种方式叫股东名簿 就是那我们刚才看到那流水帐的那个 可是他这张报表在跑那流水帐的股数 他统计上有点问题 这个我要请工程师看一下 他照理说这里会有三种方式去算股东的股权 包括从名测 就是只看股东的什么时候过户 什么时候增值减值加总结来的结果 这是只看股票打 登录在这个股东身上的股票号码 这是只要股东的股股票有变动的 刚才的什么时候拿到股票 什么时候卖股票 什么时候增 什么时候换股票 什么的那些加加减减的结果 这三种 用三种方法去显示股东的股权 是这张报表也可以看到的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这个测试的资料做的很乱 因为我做很多很多不同 我也在测客户也在测 然后那个 因为有些客户想要知道我们的系统怎么操作 我们也会让他先在我们这块里面测 然后同事们也在测 那所以里面的资料是乱的 比较乱的 因为有些都去做 做的乱七八糟不好意思 这个我再请工程师看一下这张报表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好OK 再回来 那持股证明 我们来看一下持股证明的那个 那个产出方式 好这边持股证明书 这里 一样 这里到哪一天为止 好像因为今天是5月8号 所以我最多只能到5月7号而已 这是我们系统会预设 当然你可以找更 我可以看4月20号的 当然也可以 你这个日期都可以 但是一定是早一天 我没有办法 还一个我没有办法跑出 明天的股东 持股证明或后天的股东证明 因为那时间还没到 所以持股证明会有个时间的那个 那个范围 然后我要看哪一个股东 比如说我要看8号股东 OK 就可以秀出来这个股东的 持股证明 那边会算出来他有多少股 然后呢 我们这边可以 下载证明 其实就是把它存档 存到电脑 存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去 那我会产生一个PDF档 这边可能 你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 我的画面吧 有看到吗 可以 这边这个持股证明书 这持股证明的格式 这是一种持股证明的格式 OK 这自动把我们贴上去 自动跑出来的 自动跑出来的格式 那同样的也可以把它 直接寄送 如果说我们8号股东 他在股东基本资料那边 有留email的话 我可以直接就把它发出去 发一个持股证明 mail出去给他 mail出去给他 然后可以编辑一下这封信里面 可以长什么样子 这是附件是 这是我们寄出去的mail里面的内容 那这个我们可以去改 随便你改 他说我会有一个预设 我会有一个预设 这样 这直接寄出去的PDF 我们会加密 所以用这种方式 就可以产出持股证明书给股东 产出持股证明书给股东 好 OK 来 然后这边 股东如果问我们股东会后多久 可以领到股利 要怎么回答 股东会后多久可以领到股利 这个问题 有客户到现在还在问我们 但这里其实我们有一个基本观念 要先跟各位厘清 因为我们做股物 其实我发现说有些客户到现在 可能自己都不是很那么清楚 我们今年股东会 6月20号我们开股东会 我们说我们今年获利多少 我们决定一股配一块钱 对不对 好 那你有参加股东会 大家就知道 今年一股要配一块钱 那 什么时候会发 6月20号开完股东会 什么时候会发 不知道 不一定 实际上的做法是 一般来说公司的股东会里面 会决议就是说 由董事会去决定 除 配发现金股利的相关事务 所以 在开完股东会之后 理论上是会有一次 董事会 他们来决定说 好我们要在什么时候 做除息基准日 好 举例来说好了 6月20号你开股东会 有可能 6月21号董事会就开了 他们决定说 7月5号 做我们的除息基准日 ok那天 然后当作那天是基准日 然后那天的 第六天之前 的股东名册 来当作我们的 发股利的名单 所以 如果你今天 开股东会的时候说 我在今天开股东会 一股配一块 我有三千股 那我就可以领到三千块 你一定可以领到三千块吗 不一定 为什么 如果你在除息基准日之前 五天之前 你就已经把股票卖掉了 那么你领不到三千块 买你股票的人才可以领的到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会做一次 最后过户 他们会有一次除息 除全 他们都一定会有一个最后过户的日子 有一个股东名单的日子 刚才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就有说过 就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要确认基准日是哪一天 我要有一个股东的 股权的名单要出来 所以股东会的名单 跟出息 除全的名单 不一定一样 因为万一在 出息除全的基准日之前 停止过户日 你已经把股票卖掉了 那么你就没有权利了 买到股票的人就有这个权利了 所以如果客户问 股东问我们 我们要多久才可以领到的话 通常的回答的方式是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 要等那个董事会 董事会决定一个除全 除息基准日之后 那我们才会有一个正式的名单出来 然后我们才会跟着来发放 因为你想想看 对一个公司来说 我们要发股利 可能你需要一大笔现金 那一般的公司可能钱 你不会一直放在那个 佛存里面 那个利息很低 甚至于在资存里面 都没有利息 所以有可能资金会有一些 其他的用处 那我们要发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先把其他地方的资金 做一点调整 调整到我们的账户里面 汇给股东 或者是开股利支票给股东 所以这个需要工作的时间的 一般来说会需要这个时间 那所以必须等到 董事会来说 就决定了基准日之后 才可以去做 去做 所以如果股东问这个问题 他就要跟他说 这个部分我们要等董事会再一次召开 然后他们决定什么时候做基准日 我们才会做发放 那有可能公司就会做 鼓励发放的通知 我们可能到时候会通知 通知股东 有的公司会做 有的公司不会做 因为这个就不是像 咖啡通知书一样 一定要做的 有些公司会通知 有的公司不一定会通知 那所以要让股东知道说 这个会不一定 那我自己的实务的经验 大部分的公司 一般来说都是会在股东会之后 顶多大概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一个月之内大概就会做完 曾经看过 有的公司拖很久的 拖到年底 还没有发鼓励 那通常那就是问题可能比较多 或怎么回事 但是那个有没有违法 没有违法 那个没有违法 他到年底才发没有违法 他只要有发就好 因为只要股东会有决议 他只要在今年之内有做 就OK了 OK好 那还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再麻烦大家给我们一些很困 好 那其实有一些还不是我们系统的用户的话 欢迎大家注册来做注册去用 对 那其实这个话就是说您注册了之后 有一个虚拟资料可以来求 然后之后的话就是可以去去用 好 那5月10号的那个申报作业的那个 就是报名网址 报名连结 我刚刚也已经贴在那个就是对 就是聊天室那边了 那欢迎大家参考一下 好 那这个筹备时程表 意识规则范本 这些还是欢迎大家来说 取加LINE来读取 那如果说你是用户 你是系统用户 其实时程表 你就可以直接从系统上面抓下来 如果说有问题 操作上的问题 请你用LINE来告诉我们 说你卡关在哪 好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